北京时间9月14日晚间,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一场半决赛晚赛,未免冠军奥沙利文10场肉击退赛季双冠王凯伦威尔逊,向着个人赛事第三个冠军进发,双方此前交手进两次,各去一胜平分羞色。 最近一次交手在17年英格兰公开赛决赛,必须火箭兵不写任,以9-2横扫威尔逊,送给总阁赛季三亚之一。 比赛第一阶段,双方打得异常交着,奥沙利文仅以5比4领先,期间拍上演处理开那和库边的小插曲,另外在第五局火箭轰出生涯,第951改破百的135分。 第二阶段开始后,双方继续苦战,一路打到6-6平,在关键的第13局中,威尔逊多次做失良机,拱手送出胜利。 火箭以63-62决杀次局,以7-6领先,随后火箭预发射勇,连续送出3-50加,直接带走比赛。 本场比赛火箭除了轰出生涯第951改破百来自维基百科,还送出6-50加,顺利终结了对手威尔逊的19连胜记录。 总阁全场贡献6-50加,但后半程发挥减加,只有一干62分。 不过赛季以来总格凭借双冠和稳健的发挥,强大的心态积攒了不少人气。 打击上海大师在办决赛也是其第二号成绩,而奥沙利文取得胜利后,率先杀进决赛,进后丁俊辉与霍金斯的胜辙。 离个人三世第三卦更进了一步,最重要的是领20万英镑奖金只有半部之游,这对以平如洗的火箭,可谓最大的动力。 此前火箭6次参赛,夺得两次冠军,一次亚军,还有两次16桥,一次32桥。